10月15日下午,2017时尚一街服装秀在圣盖博士举行,喜瑞都市市长胡章燕燕,美国昌兴珠宝负责人等200多位嘉宾出席活动。 时尚,对欧风的衣服,或者是说它的一些style都非常感兴趣,所以我们这次呢,不光是有来参加走秀的,有来参加这个,像我个人是来参加这个,是做伴兰吧,那我中间有献唱一首歌曲,那我们有很多帅哥美女来作为观众,来支持他们这次活动。 本次服装秀主要介绍Louise Spachny和Sentorily两大意大利著名品牌,这两个品牌在欧洲非常受欢迎,特别受到欧洲皇室喜爱,也是英国凯特王妃的御用服装。 精品服装店时尚一街,非常幸运地获得华人独家代理权。 本次服装秀展示的服装有上班外出服、晚餐小礼服和晚礼服等。 目前华人社区对这个品牌不太了解,通过此次服装秀,向华人朋友展示品牌的风采。 牌子她所制作的服装非常适合你我我们一般妇女穿着,那么今天所展示的呢,有出外这个上班的服装,有晚宴的小礼服,还有正式的晚礼服。 那么这个活动今天是由利亚国际艺术基金会所宣布。 就是想给,有机会去检视我们的衣服,给整个晚宴的裙子,然后就可以去收那个魅力,还有这个品牌。 Darkly和Santorily两个品牌的特点是剪裁典雅大方,线条简单。 选料方面以纯棉和麻等柔软混纺材料为主,穿起来非常舒服。 本次服装秀并没有邀请专业模特走秀,而是邀请身边喜欢普世的朋友前来担任模特。 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亲身感受这些高品质服装。 这是全美电视台记者发自洛杉矶圣盖盖博士的采访报道。